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首先来看一看刘少奇之子刘元的最新的呼吁中共党内民主的论文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是突然间被删除掉了 这篇论文的标题是 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纪念刘少奇诞成125周年 他首发于一本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2023年第9月份的期刊上 这本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它是由四川省社科院主管的 这本杂志在中国大陆的口碑其实还是不错的 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说它不收版面费 因为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人士,包括学校的老师 为了评职称,那就必须在一些公开的有一定层次水准的刊物上 来发表论文 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刊物除了考量投稿者的论文的水平 到底怎么样之外 普遍会要求投稿者还要付上一定的占板费 或者是版面费了 给出的理由一般是说这种学术刊物没有市场 所以印出来不赚钱 那么为了共享风险分担成本 投稿的人那就得提供一定的费用 版面费它直接的副作用当然就是有一些人卖版面 有些人买版面 直接冲击到了中国大陆的学术品质 说回《毛泽东思想研究》这本杂志 在11月1日的时候 它是透过新闻客户端一个公众号 是刊出了刘源和另外一位第二作者 魏玲女士的这篇论文 坚守了10天左右 意识到刚刚过去的周末 11月11日 11月12日 就被公众号的工作人员 应该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人员 给他从微信公众号上移除了 至于杂志本身应该是已经印出来了 会不会做回收的处理 目前就不清楚 民进追击也是多次打电话给 四川省社科院以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 但是电话始终是没有人来接听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没有办法得到当事单位组织的回应 不过现在方箭普遍的猜测 那当然是说这篇文章影响非常的大 尤其是说在海外的舆论场 影响广泛热烈 以上就是刘源这篇论文最新的动态了 接下去第二个内容 就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刘源的这一篇论文 确实意义都是不同反响的 从文本本身内容来说 尽管有一些人说 这个论文啊 他显得是党八国 既要又要 既要民主又要集中 但是如果说把文章仔细来看 至少说在刘少奇民主集中制 理论的重要论断 这个第二部分之中 民进追击其实在上一周的节目中也提到了 一共是五个所谓的重要论断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一个论断 就是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 不是个人领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说刘源写论文 他至少说在心中有一个排序 在第一个论断之中 刘源就还特别强调啊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 是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刘少奇 关于党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 不是个人的领导的论断 在1980年党的文件中 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把坚持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 作为一个大问题凸显出来 明确了集体领导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 把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作为党规党法肯定下来 这是在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关于刘源的这个判断 其实多年之前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 也是非常明确的讲出过 那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的正确的实现 当然邓小平已经是坐骨多年了 眼下中国所处的时代 是习近平时代 而不是邓小平时代 之前也有一些议论和猜测 就是刘源的这一篇论文 意志风行 那会不会又引发中国大陆新的一波 对于中共党内民主探索的热潮 因为稍早之前 也是在邓时代改革开放之后 其实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中共至少说从形式上在讲 党内民主 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出来 在习近平主政之前的胡温时代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他就是有在公开场合 多次提到普世价值 提到民主的 当然总是有人对他不满意 认为他是最大的影帝 但是在中共的最高层 这些人物之中 能够公开去说民主的 确实是寥寥无几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温家宝被视为 是中共的政治体制中 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所以在刘源的这一篇 谈党内民主的文章出来之后 舆论场上是有一些声音 说会不会又点一把火 让中国大陆又形成一次 关于中共党内民主的 探讨的热潮 但是因为文章已经被移除了 显然官方是在把影响 往最小的方向在压缩 所以这个热潮估计刘源 也是给了一个活药引子 那能不能燃起来 现在持悲观态度的人 会更多一点 民进追击也是联系了 中国大陆的一位政治学者 其实对这样的文章 他不感兴趣 因为在他的眼中来看 现在习近平显然就是 已经定于一尊了 在整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中 他不是说班长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他是班主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去讲民主集中的 所以他认为 他也是中共党员了 他认为刘源这把火是点不起来 第三个内容 我要知道刘源的这篇论文 在11月13日 有论者就提出 搞不好刘源会惹火上身 就像此前军中的将领刘亚洲一样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要具体时间来看一看 会不会单独因为一篇论文 那得打一个问号 不过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他对所谓的党内民主不太感冒 现在确实是有一些公开的例证 比如说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所编的一本书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 2021年版 中间就特别提到了 习近平在2018年1月中旬一个讲话 习近平就是说呢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 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噪音 有的说什么 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 够充分了 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 他说出现这些奇谈怪论 有的是政治上糊涂 头脑不清醒 有的则是别有用心 自身不干净 企图蒙混过关 根据时间来看 习近平做的这一番表态 是在2017年10月份 所举行的中共19大之后 他的一个最新的 关于党内民主的说法 其实在19大之前 2017年10月份之前 大概是在2016年的1月中旬 习近平也是谈到了党内民主 以前以后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差 当时习近平的说法就是 党内集中不够 和民主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 有的软弱涣散 我心火速 各行歧视 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落实不到位 有的独断专行 搞家长制 一言堂 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 领导干部 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 受不到有效制约 所以2016年 2018年 他的口风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从集中和民主同时不够 变成了最后 有人谈党内民主 他认为是奇谈怪论 外界所提到的 所关心的刘源的 这个所谓的安危问题 恐怕很大程度上就要看 如果事情继续扩大 官方会如何来判定 刘源他探讨民主 呼吁党内民主 那主要是政治上糊涂 头脑不清醒呢 还是说另外一类 就是别有用心 自身不干净 企图蒙混过关呢 讲到习近平目前在中共党内 着耳不群的位置 11月13日 中国央媒 中共中央集关报 人民日报头版的报道 也可见一般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恐怕中共党内的民主 也是越来越难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最可爱的主心骨 最可爱的人民 他讲的其实呢 主要就是11月10日 立东后的第二天 习近平去了北京 河北受灾 较重的门头沟区 保定桌州市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检查指导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这是样媒的报道 主要是指 在今年8月份 也就是中共的最高层 在北戴河神隐期间 中国北方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灾 但是中共最高层是迟迟没有去到现场 一直到了9月的上旬 习近平是去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来查看当地水毁房屋的重建工作 再到这一次就是11月10日 习近平去的晚 其实也就罢了 网络上不满的声音 包括中国大陆 社交群座里不满的声音 也是比较的多 那么除了晚以外 中国的央媒还给习近平 戴了一点很高的帽子 说他是主心骨 主心骨这个说法是一个比喻了 那其实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包括在今年两会之前 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之中 那主要还是指的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相关层级的党委等等 是所谓的主心骨 要给普通人来办事情 出方法 稳信心等等 那么从今年的两会之后 越来越多的这个说法 指代 从全称变成了特称 指习近平是主心骨了 包括今年早一些时候 央媒是曾经很公开的 喊出这样的话 就是在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 无愧为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 无愧为民族复兴的领路人 亿万人民的主心骨 所以可能这个也是刘源 写这篇论文的一个大背景之一 不知道李克强先生 在合肥红星路80号 很多人们去追议他写小卡片 这些小卡片上追到的话语 有的时候可能比 央媒更能够反映代表民意 包括现在看到的 高尚是高尚者的穆志明 前面一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接下来看一看 即将就要发生的习拜会 拜习会 关于习近平这一次 为什么是一定会去美国 一定要去美国 其实专业人士的说法 不管是说在海外 还是中国大陆的帖子内的学者 看法还是有一些比较相似之处 首先呢 吴国光先生 他是非常知名的中国分析人士 政治学者 他在美国之音的专栏文章中 就特别提到 习近平这一次亲自出马 到访美国 目的很明确 就是借助美国来拉抬经济的发展 缓和与西方的关系 并缓解内部的不满 为此习政权是已经不惜自打耳光 前段时间就开始严格控制 中国内部的反美舆论了 这个是吴国光先生的说法 当然政治也是双方的博弈 所以关于美国内边乡的需要 吴国光先生就表示 美国当然也是有美国的需要 特别是在明年即将举行总统大选的背景之下 美国会不会为了这些需要 而放弃近年来的对华的基本战略 转而接受一个前距后宫 言而无信的习近平呢 那应该就不是习近平一厢情愿所能左右的了 也许会有人相信习近平忽然爱美的那些言辞 但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辞 要能赢得舆论与民心 恐怕还是很困难的 要习近平根本调整他自己十年来 赖以集中权力 赖以打破任期限制 赖以自信为世界领袖 并赖以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那一套 治国路线和内外政策恐怕是更为困难的 所以吴国光先生的一个结论就是 如果习近平不会做这样那样的调整 那么习近平的这一次美国之行 就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中国经济一旦复苏 也就很容易想象出习政权再次显示出 几个自信的那种状态了 接下来是民进追击 对中国大陆一位知名的学者的连线 那么他表示习近平这一次去美国 主要的目的考量 就是要摆脱国际社会的孤立 只有让国际社会相信中美关系开始回暖 那么中国方面就有可能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 当然对内部来说 也可以安抚人心 安抚那些清美派的人士 当然对于这一次峰会的成果 这一位中国大陆学者的看法就和吴国光先生相比呢 他似乎更没有留太多的转换的空间 他认为大格局是一定的 一个峰会对于中美双边的关系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这位学者就认为增加一些经贸往来并不影响美国的总体对华的遏制战略 其实美国的策略本来就是竞争合作对抗三管齐下 当然了后面又发展成为修订成为投资结盟和竞争 在对美国有利无害的领域 当然可以合作 这个就是不脱钩 但去风险 这个其实是美国和欧洲的一种对话策略 这位学者还特别强调 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营造一种中美关系会向好 甚至美国方面有可能做一些调整 在营造这种氛围 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厢情愿 左右摇摆都体现出机会主义的本质 这位中国大陆的知名的学者是用机会主义 或者说投机主义来概括习近平的这一次美国之行 所谓的机会主义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以自立以自我的利益为主要驱动力 不是太关心规则 也不是太关心别人怎么想 别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 因为事情很敏感 所以做这样的评论 是没有办法来公布他的真名实性 对这一次很快就要发生的拜习会 持相对谨慎态度的专家学者其实比较多 还有一位是吴兴博先生可以再提一提 他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研究中美双边关系这个领域 他在中国大陆其实在美国学界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 他就提到了两个指标和两大冲击的可能性 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 他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他介绍目前双方团队都在对会晤安排和相关的工作 紧锣密鼓的进行磋商 最后就要敲定了 那肯定会有成果 但这些成果有多大程度上的实质性 他觉得有待观察 第二个指标 吴兴博先生就说 峰会之后中美关系的走势会怎么样 很大程度上要看拜登 就是说峰会举行之前 拜登那当然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缓和一下 但是峰会之后 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需要了 吴兴博在这里说的话是比较的含蓄 前台词似乎是在说 习近平中国官方不会有大的一些改变 这个说法看上去就与吴国光先生前面提到的观点 有一些遥相呼应的味道了 吴兴博先生是提到了中美关系 接下去就是在习拜会拜席会之后 很有可能受到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 第一个就是明年一月份台湾 他用的是台湾岛内的领导人选举 其实就是台湾总统大选了 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他觉得那么两岸关系会进一步的趋于紧张 而两岸关系的趋于紧张 又会外溢到中美关系 可能会导致前一段时间缓和的局面 就此告一个段落 第二个就是明年的美国大选了 到了大选年 美国共和党肯定是要打中国牌来攻击中国 关键是拜登会不会随之起舞 也就是要看共和党攻击中国之后 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否会加倍强硬 如果他这么做 中美关系会进一步的下行 所以吴兴博给到的结论 就是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松动 是缓和多于改善 至于能不能通过两个元首会晤 在缓和的基础上实现改善的目标 还有待观察 所以他的这种谨慎 小心翼翼是显而易见的 明镜追击在稍早之前的节目中也是提到了 两场大选 一个是台湾总统大选 一个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其实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大 也会非常直接 以上这几位专家对于喜拜会 拜协会可能达到的成果 包括未来的走向 是相对乐观的态度 或者说比较谨慎的观点 原因那也不复杂 主要的还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这个也是目前舆论场上 非常普遍和流行的说法 就是中国因为过去几十年的 所谓的崛起 已经给美国 这个当今世界整个地球上唯一的 所谓霸权国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和冲击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 包括国际安全领域 政治领域 双边的经济领域 当然也有一些文化领域 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其实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在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双边的互动之中 要让紧张的程度有所缓和 促成这种情况出现的 一种可能就是中国作为崛起国 它的发展的速度 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困难 慢下来 国内方方面面的清美派 或者说主张对美友好的力量 声浪大起来 应该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 习拜会拜习会 为什么会发生 但是从中长期的实践来看 其实两国的结构性的矛盾 还是很难 弥合 减小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转发打赏和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